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立法院議場內的最新狀況 在剛剛的10點58分左右 立法院長韓國瑜是完成了協商回到了議場裡頭 不過最主要的這場協商討論的事情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是否要一個人發言 而另一件事的部分就是說到底表決的方式該是用 舉手表決的還是按表決去表決的方式 但實際上在剛剛黨團協商的時候 各黨團只有針對說藝人發言的部分是有共識的 但是針對於這個表決的方式並沒有共識 因此韓國瑜是在58分回到了議場裡頭 但實際上目前可以看到現在民進黨的立委是持續的正在抗議當中 因為他們表示在剛剛協商的過程中 黃國昌就是反對堅持說在協商過程不要開直播 因此民進黨也批評了根本就是搞密室協商 但你來看一段現場最新 暴力明天佛的總統 黃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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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聽到民進黨這邊是不斷的抗議 黃國昌就是黑箱協商的幫手 實際上我們可以透過畫面就看到了 從這個整個院會9點開始到現在 已經11點07分了 黃國昌幾乎全程都站在主席台的位置 就是在開直播 這件事情當然也被民進黨的委員詬病 因為說你是委員還不好好的審查 甚至在旁邊開直播 難不成是直播主嗎 這樣的部分當然也引發了撻伐 不過其實在剛剛在整個議場裡頭 當然也有些不一樣的火花發生 因為在5月19號的時候 民眾黨就號召了民眾上街來抗議 而且就批評說民進黨都8年 過去8年是在開罰辣票 甚至還在台上自詞的時候就提到說 幹嘛不把美粉拿來 對此在剛剛稍早休息的時間點 這個民進黨的立委蔡易瑜和王美惠就發了拔蠟 而且民眾黨的委員和國民黨委員 還在現場切齊了拔蠟 就是說發了這個美粉給他們就是嘲諷他們 但實際上在現在在整個議場裡頭 現在吵也是吵得鬧烘烘的 可以看到這個國民黨的委員 是正在韓國瑜的旁邊來保護他 而民進黨的委員則是各個都綁著這個白布條部分 在下方抗議 批評說如果這些因為比人數也比不過 因為藍白都透過人數優勢的方式來頂點壓綠營 因此他們認為應該要讓這些法條 好好的逐條進行審查跟討論 如果說最後表決還是輸他們也認 但是他們也認為說 現在目前這樣的程序是相當不正義的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